大家好,我是Baker 那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跟影像编辑有关系 那我这次分享的书会以这两本为主 那如果他们有共同的部分 我就没有重复讲 就有大部分就有共同部分 我就会删掉这样子 那我都会谈到两个部分 我自己觉得是核心的部分 那像是左边这一本 请深入镜这一本 他大部分是以女性的领导人来讲 所以他的建议就是 他的方法就是从领导人的角度出发 那也希望这个社会有更多领导人出现 像一般来说领导人绝对不会说是 应该是说他想打破一个层级 就是不要称为女性领导人 就是领导人就好 领导人有分男跟女 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把领导人前面加个女性 他觉得他想打破这个隔阂 好 然后 Shadow Sandberg 他本身有待过这六个地方 那他是哈佛毕业的 之后他又去世界银行当的助理 那也去麦可锡当顾问 然后又听从 他自己本身是没有去找工作 大部分是转介的 这可能在美国那边还蛮常见的 那之后他又说要转介去美国的财政部里面做工作 之后又到了Google去 Google他好像是做行销部门 那现在是脸书的这个营运长 那他其实在2022年 也就是去年的时候 他其实还有接Meta的营运长 可是 应该说之前 2020之前 因为他做到2022年 时候他就没有再做 他就辞职 他就辞掉那个Meta的部分 但可能现在脸书还在 那 他的这个整个工作很少去主动投履历 那 他其实之前在做这个脸书之前 他有去问过Google的这个 这个总裁给他的建议 那那个时候Google他说 如果你觉得脸书的成长性比较高 那你就去吧 然后他考虑过一下 好像在那边成长性不错 然后他就去了这样子 好 然后 这本书的TA是谁 TA是社会的新鲜人 或者是 你可能 工作一段时间之后 停止了一下 处于在一个休息的阶段 然后之后再重新重回职场 那我自己觉得 他里面给的方向 不一定是只有女性 其实我觉得 男性也可以 也可以适用 它是一个可以 大家互相可以想的 可以想到的一个 可以参考的一个地方 这样子 不限的之后 女性可以用 我觉得都可以用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说 这个社会 对女性来说 有不友善 像我自己觉得 最近这几年 还有在发生那种 比如说怀孕的时候 老板会 不太喜欢用怀孕 来的人 或者是在印证的时候 他刚好就是有怀孕 那 在中国就是更离谱 你在来之前 他会先调查你的 做那个生理报告 那生理报告 如果显示你有怀孕的话 他就绝对不收 然后 其实这个作者 他也是在里面 有提到说 女性其实要重回职场 其实有时候很困难 这个时候要 你就必须要有 另外一半的帮助 那 我自己觉得作者 自己也蛮幸运的 因为他其实在 生小孩的时候 他还在开会 那他就这时候 他就会去利用他 怎么样去浓缩 他的时间 以前的开会 可能分布得很善 那现在因为怀孕的问题 或者是要 接送小孩的问题 所以他把 开会的时间 排在他允许的状态 那 这个可能是 他坐在那个位置 所以可以让他允许 可以这样做 对 那其他的人 就是比较 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 那 而总之就是 女性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他很担心自己 当不好一个母亲 然后很担心 自己做不到 做到一个 不是很及格的 一个太太 那 对于自己的爸爸来说 也可能会觉得说 自己扮演女的角色 就是做得不够好 所以 这个会有 身份上的这个冲突 然后这也是 他们很害怕的部分 那假设 如果你 刚刚我们提到那些东西 都没有的话 也就是说 假设那些东西 都可以被解决的话 那 你会怎么做 这句话是 他贴在自己的 那个工作的 办公室的后墙 就如果你无所谓 一句话 你会怎么样做 也就是 你当你要 今天 他那时候的工作 是 脸书的状态 是在脸书当 营运长的状态 那那个时候 他就 想说 好 那今天我就要来脸书这里了 那我怎么样 把它 冲到最好 他一定会有定一个 一个一个绩效的部分 或是一个目标的部分 那只要 先想下一步该怎么做 那之后 再做调整 他其实 蛮鼓励大家去 想象 那 你想象之后 有可能是那种 天马行空的也好 或者是 不切实际 或者是有可能的 这个也好 都好 那这种是说 你有想象到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量化成 几个步骤 那 那后面步骤 不一定 很准确 但是第一个步骤 你会觉得 你可以办得到 一开始 如果先做第一步之后 你就会 有比较多的信心 去做下一步 前提是要持续 很多人都会说 达到密关很简单 先做第一步就好了 之后就会随到取成 其实我自己觉得 这个不太对 因为其实 你做第一步之后 你还要去想说 你是不是有 那个持续的动力 可以去做到下一步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就很可能会一直在 持续第一步的 那个状态 所以他想讲的是说 当你有贡献之后 快速学习 之后快速贡献 然后再把握机会 就会得到一个 蛮不小的成就 我不能说很大 但目前 以现在来看 它是很大没错 但是我觉得 就是以这个模式来说 也是得到一些成就 所以也许 快速学习是一个 也不能说快速学习 就是我觉得 你的不断学习是一个 现在都是要持续要做的事情 这里还有提到 人人喜欢会局限你的发展 所以 有时候 当大家在 给反馈的时候 有时候 也要去判断说 这个反馈是善意的 还是恶意的 尤其是你可能越来越 越有名气的时候 当你还是 比较 小咖的时候 可能没有人会注意你 但是当你比较 越来越多人会看到你 会注意你的时候 你可能就有那个心态 要有那个心态 就是说可能会面对一些 不是很理性的人 会给你的建议 当然理性的建议我们可以接受 它可以让你更好 比如说它可以让你的创作 更容易贴近消费者的状态 回过头来 我觉得还是要忠于自己的想法 你要认清楚 你没有办法去 每个人都可以去迎合 你还是要有自己心里的 自己的一个主轴 那你做得好的话 那别人 你自己觉得做得好 那别人就不接受 或者怎么样 那我觉得就可能是 那一个人的课题了 你都已经做到这样子 那我觉得那就这样子就好了 我自己的想法是 创业的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做 但是他的创业的精神 他的精神可能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 那个精神是指 我这边在想是指说 所有的创业就是 你要用老板的想法去思考 第一个没资金 一定要找资金 没有人卖一定要找人卖 没有员工要去找员工 那创业为什么 大家会很想做 因为大家都想当老板 大家想收钱 大家都很想让员工去做事 因为员工就是赚钱机器 大家都派出机器好了这样子 然后他只能收钱这样子 这个理论算是可惜的 可是前提是 它是一间稳定可以让你产生现金流的一间公式 也就是你要到达那个level的时候 你才可以有后面这个 你说可以在退居幕后这样子 这边回过来提到目标 这个作者他建议说 我们目标他建议 但我觉得这个看个人 他说他分为长目标跟短目标 那长目标的话可能是两年后三年后或者是几年后的东西 那短程目标他比较介意短程目标 他短程目标他的规划是18个月大概是一年半的时间 那一年半的时间一定要看到一个成效 一定要看到新的技术 他一定要去学新的技术 他说世界其实动得太快了 如果你没有持续在学习 你真的是很容易被淘汰 一个半月一年半的时候学习一样新的东西 不管什么东西 只要有学东西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事 接下来谈到人生导师 大家一路上有遇到人生导师这件事情吗 就是那种在你的专业上 给你指导那一种导师 就是他可能 我是指在专业 就是在工作领域上面 有没有那种 比如说上司 或是给你一些老前辈 给你一些很多无私的 给你一些东西的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些人 还是都还没遇到 我自己是没有 自己是没有 人生导师其实 说你没有讲 他说其实不好遇 前提是你的专业性够不够 你够的话 那个人才会去当你的 有可能会去当你的导师 因为你不可能 遇到他 你觉得他不错 你要不要当我的导师 这样子 这其实人家已经不想理你的 这可能是一个互相的过程 我自己本身目前是没遇到 未来的时候 可能会有遇到也不一定 没有遇到也不会是一件很惨的事情 这边有讲说同侪 同侪就是大家给的一些个人的经验 我觉得那些经验也是蛮重要的 人生不一定要有导师 那大方面多方面的阅读一些书籍 给你的一些知识 我觉得也是可以让你成长这样子 对啊 那这边他自己本身是有遇到啦 像也许他们在那个 哈佛里面 学校里面 他们可能有很 有这个是他们其中的 应该算是资源吧 资源的一块 就是人力强教授也会不令给一些指导 或是给一些引界 比如说业界的哪个地方 你觉得能力不错 你可以去看看 这样他当初就是因为这样去世界银行上班 然后之后转介到美国的财政部 他也是因为人家带他去 他才过去这样 那这个人生导师 实际上看起来好像是他教你 然后你受到 实际上是一个互惠的一个互惠的过程 就有时候徒弟有时候学得不错 有时候老师也会予有荣烟 就是师父当起来也会感觉不错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但是就是没遇到 说真的也不会怎么样 有遇到不错我们就珍惜 没遇到也就OK的 就像人脉一样 对不对 对啊 人脉 就是自己有价值 人家才会来 对 像普遍很多人就是会去社交场合 然后会结交认识大家怎么样子 其实还是要有一个核心 就是说你的专业能力到底有没有够 有够的话才会有那个发展性 不然其实没有的话 就觉得你好像还好这样子 像太太的时候很容易会落到一个叫做母性把关的地方 什么叫做母性把关 她可能会就是说这个事情就应该要怎么样做 你就按照我的标准流逝这样子 她会用她的角度去要求先生说一定要做到这样子 不做到这样子就不行 她可能会发火这样子 可是有时候先生不一定会做得到太太她这个标准 但是她觉得她是有没有想付出 有 但是她做的方法可能不一样 那我觉得这个双方的沟通就变成说很重要 女性不要什么都把持就是全都是要在我身上 因为这样太辛苦了 其实像光是换尿布这是其中一种 就是其实大家可以分担做 其实当妈妈的压力就会小很多 这也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循环下去 女生可以做的地方 如果男生可以做的话 就是尽量尽量让她做 即使她做的没有那么好 但我觉得就是还是紧张帮她们做这样子 这边有提到 还有提到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概念 这边提倡说交男朋友跟交女朋友 什么她是提倡 我觉得不一定每个人在这样做 她说什么只要一开始年轻的时候 都去教什么放荡不淹的 然后什么个型个怪的 什么都去教没有关系 都去大方去尝试 但是千万不要嫁给他们 或者不要娶他们 因为你到时候要嫁的 或要娶的 一定要对方有一个平等的概念 平等概念在婚姻里面其实很重要 因为平等她就不会觉得说 很多东西是哪一方东西是 女方一定要做 或哪一方东西是男方一定要做 她就不会有这个高低的概念 或者说这个东西你是女人 所以这东西一定要你做好了 我就不用做了 我回家家工作回来 我就累了 我就看电视吃饭这样子 就比较不会有这种心态 她反而是平等是觉得说 太太也是很照顾小孩 也是很辛苦 回来的时候会帮忙一些事情 这个才是互相来说 会是比较长远 也比较健康的一个方式 不要试着你通行一样的事情 不要试着扛下所有的事情 像是当妈妈 这边是说是一个女性的角色 不要试着扛下所有的事情 你要必须要有一个 找先生来分担是最正确的一个方法 因为毕竟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你不需要把自己打理得非常完美 很多事情完成就好 即使它没有100分 但是它有六七十分 然后完成那个程度 到最后累积起来的 不管是自信感还是成就感 都会比引用完美去做 然后却没有达到来得更好 那这边有补充一下 那前面他一下子说目标 目标是一个可持续或可满足的状态 那这算短期目标 就是它是一个在一年半18个月内 它是可以做的一个状态 它可以做可以满足 你才会继续做 它是一个也是一个交叉的一个循环 如果你可持续不满足 你就不容易做到一个持续 所以在做目标的时候 你要去思考说 你是不是真的是有在满足 这两个最基本的这个两个定义 如果有的话再去做 那没有的话 后面有提到一个方法 怎么样去修正 然后总共把它分成四个 他总共管理四个东西 第一个是时间 第二个是经历 然后还有情绪跟心态 这四个部分 其实这本书 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偏向 观念的集合 你看我们这几个管理的 这几个心态这东西 你会发现我们在主题读书会的时候 都大部分都会有提到一些 看完那本书 我会觉得哈佛学生了解了这个几个东西 我们在平常在阅读的书籍里面其实就有 甚至讲的还比较细一点 可能是他们在上学的时候 无意间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些能力都给不自觉的情况下 都已经用进去了 他这边有提到说时间的管理的部分 荒废的今日正是昨日隐身之人祈求的明日 他这边是讲说核心部分就是把握时间的这个核心 把握时间的概念 其实如果你心中没有一个核心 你叫他把握时间 他也是不会把握人 他可能要等到一个受到一个启发 他可能哪一天受到启发的时候 他就会说不行了 我不能这样浪费时间了 我不需要怎么样这样 他才能够做 也许他那一天才开始也不定 那就要看那时候什么人开始觉醒 那当然如果越开始觉醒 当然是不是对自己越好 这边他有提到用工读书 我们小时候都一直被人家说 用工读书要读书 大家有没有想过用工读书的目的是什么 他这边是想说用工读书可以让你拥有选择的权利 以前我是不觉得 以前觉得说读书好辛苦 也不知道读书是为了什么这样子 其实他这边讲说 为什么怕你要选择 你读书读得好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你的选择性有变比较多 不是说直于说你要去做哪一个领域 而是你可以选 比如说我们以前考试的时候 是用成绩在分发学校 那成绩高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选很多科系 你可以选择就变多 这个是你用工读书的目的 当然话要说回来 你如果真的不用工 你人生是不是就废了 其实也没有 其实条条道路通通 你也不用这么紧张 其实我觉得保持学习都有很多机会来敲上门这样子 好 那这边有提到说你有选择的权利之后 你就可以去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那这意义工作就会给你时间 因为你会有时间愿意去投入 那当你投入之后呢 你就会有成就感 所以这是一轮散下去 那最主要是 当你到那个时候 你不用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生活 这边提到不剥夺生活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你那个时候已经不需要 为了去金钱去做一个你不想要的工作 那那个状态你就会得到快乐 就也是刚刚那时候前面是有提到说 工作意义啊价值啊是什么东西 其实后来它就是快乐的意思 这边还有提到一个常规理论 大家应该有听过 它就是指说热门的这个商品 站在前面这个面积嘛 然后销售额比较高这样子 那这个小众的这个商品 它的数量虽然就卖的比较少 但是它就虽然比较多样 但是比较少 但是如果顾得不错 顾得很好的话 这个效果也是很惊人的 那这边它想举什么概念 就是说早期很重要 这边其实我觉得它套光的很勉强啊 就是说你如果一开始头部过得好的话 对不对 你之后就是 之后早上过得好 之后就会很顺的下去 像是一日之际在于城嘛 清晨过得好 你就会觉得说之后就会很顺 这本书有提到说黄金一个小时嘛 这一个小时尽量去做一些 对你来说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去做一些 它可以累积起来 可以让你有很大的 不管是财富 还是工作价值的事情 就在这一小时里面去 能做的话就尽量去完成 这个有另外一本书的书名啊 就是说好像是早上黄金两小时吧 那其实不管几小时 我觉得有早上起来有做 总比没做好 即使它可能只有15分钟 或者是30分钟 因为可能早上醒来 不见得你一小时 有一个小时的空间 可以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但我觉得20分钟30分钟 也许有可能 那这个效果累积起来就很惊人 这边他有提到说 清醒的时间 大家清醒的时间 不知道是哪一个时段 这边有提到的就是说 既然你要今天要做事情嘛 一定希望他要做的效率比较好嘛 那好的话一定是在清醒的状态 这边提到说第一个就是 起床后的时候一般人啊 就是比例说一般人是清醒 起床后是最清醒的 第二个是八点到十点 然后第三个是下午的是两点到四点 然后第四个是睡前一小时 睡前一小时这我有疑虑 睡前一小时是不是真的是人很清醒 这个我不太确定 那我自己是属于起床后 可能头脑状态比较好的时候 所以有时候我在起床后的时候 我就会一开始起来的时候 我就会看一些文章 然后写一些笔记下来 我现在的起床后做第一件事情是这个 这边有提到一个优势理论 就是自己的优势 你们现在做的工作也没有把自己的优势 发展到极致 那因为这个条件往往是 比较多成功的人在做的东西 那普遍来说 我们都是会觉得自己不好 拿去加强哪里 逻辑来说其实没有错 就是不好是要加强吧 但是你有没有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到 最大值呢 我觉得这可以去思考一下 那如果你的优势没有办法在现在的工作发挥出来 那可会把你的优势发挥在你的兴趣上面 然后让你的兴趣之后 会成为你的一个更强的优势也不一定 我觉得这可以好好想一想 因为你的优势是你最擅长的 那也是最会给你自信的 也是可以让你最持久 然后最会得到满足的 那这边还有提到说 我相信大家都是很努力的人 就是会来念书的人大部分都很努力 那大家努力的方向是 你知不知道是在 你是不是有是盲目的还是清醒的 所谓的清醒就是说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你地图的哪里 你知不知道你 因为你对自己一定有未来的有规划 或者是你有规划之后要干什么 或者是这个规划你已经五年前都开始在规划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离地图的右边的终端 还有多远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是不是要去思考说 那你要怎么样才能靠近一开始 可能三年前定的目标 或是你去年定的目标 甚至是你今年年初定的目标 你要清醒的努力 然后尽量不要做出一些盲目的努力 就是一些瞎忙 感觉好像做很多事情 但这些事情并没有在对你的目标 产生真正太大的效用 那就是盲目的努力 再还有提到精神跟体力 其实我在那边画了箭头 其实它这两个互相影响 所以你体力要顾好 精神要顾好 精神顾不好 体力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方面 精力管理就是要 主意就是要这两个方面这样 那怎么样顾好 就健康的睡眠 还有食物 不要吃食品 然后运动 很多人都知道 但三点很多都做不到 所以 但是你要有认知 你有认知 你才会 哪天发现的时候 你就会去做 你不能够连认知都没有 或是等到你身上出现 减轻的时候 你才去做 那睡眠尽量能够睡充足 那像是这边有提到运动333嘛 就是每周运动三次 然后每次30分钟 那心跳每分钟是130以上 那如果你这个东西对来说很容易的话 那你可以往433或533 就是每天 每一个礼拜啦 运动四次或五次 这个你可以去衡量 但是千万不要不运动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要喝水 就是每天 你至早要喝2000cc以上 那你可能 像早上的时候 我是喝400cc的温水 那其他的这个cc 你将分期付款的方式 把它给消化完 但是尽量不要一次性的喝 比如一次性六七百cc 这样子 一定喝两次 那其实对身体负担是比较大啦 所以如果还可以选择的话 就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 把这2000cc给喝完 一个能做就是你目前 就是你也可以做的 那想做就是做不到的 那可是这个中间呢 你可以用进步的方法来去弥补 那你怎么样去弥补那个方法 这边有一个叫做smart的一个法则 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有听过啦 就是那个 你必须要一个是一个很具体 一个可以衡量的东西 那这个目标呢 又是可以实现 最好跟你的使命 或是跟你的工作或是置业有相关 那在一个时间内把它完成 这个叫smart法则 就是去衡量你的目标 看能不能可以达到 那如果这个方法还不够 你觉得这方法不行 没关系 还有一个叫做ptca的一个循环工作法 这工法就是一开始你计划之后 对不对 你会想去做了 那可能做之后 一定有分做好或不好 那你就可以检查说不好在哪里 那不好的话 那就改进嘛 好 那改进之后呢 是不是会产生另外一个计划 因为你那个地方已经做不好了 因为做好的地方已经被修正完了 你已经做到了 那接下来你做不好的地方 再进入下一个ptca的循环 所以它是一个一直循环下去的 就是你 一直到你把问题都给解决的为止 这个每一点都几乎可以成为一本书了 教你怎么样信念 改变你的习惯啊 这些的 那当然就是你有多自律 就会有多自由嘛 你一开始累积好治愈这个习惯的话 你后面的生活就会变得很自由 这边我提到一个自我觉醒的 有四个力量 叫做复原力 还有平衡力共情力跟这个洞察力 这复原力是指说 遇到一些困难挫折的时候 你要有那个能力可以反弹回来 那平衡是指说 你的情绪跟你的行为能够符合一致 不能够两个差太多 那共情是指 在指同理心 或是你关心对方 有这个心态 那洞察力大家刚刚有提到说 比较形象属于一个是 你可以审视自己的状态 有一个客观 他们会去评价自己 然后不会去批判自己 就一个客观的状态 这地方有可能不好 没可能要坐哪边 这地方如果好的话 那就去加强哪里 可能就是一个力量 那最后还有提到最后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不能够有盲从 跟这个从众的心态 为什么 因为你必须要有独立的判断 我们必须还要做到理性的怀疑 跟刚刚 一开始你有讲的权威 或某个领域的大师 这种话 我都还蛮信的 那时候觉得说他都是权威 怎么讲的话也不信 可是他一直说 其实你还是要保留 一直点这种理性的怀疑 他们讲的话 说这也不一定是对的 有可能那一参马是对的 可是之后就不一定是真的 所以你还是要不方便的去收集到一些讯息这样子 好 今天的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